广达文教基金会又再次来到南投县 办理范谷巡回展览 第一站就在草屯镇复工国小开始 希望透过范谷的艺术风格 可以提升县内学生的文艺气息 那希望由于计划的资源带到南投来呢 就是希望小朋友呢 可以就近在学校里面 就接触到艺术教育的资源 能够在学校里面呢 看到大师的画作 那老师呢 也可以利用这些画作呢 融入到他的教学内容里面去 所以小朋友呢 不但一方面可以看画 二方面呢 还可以在课程里面呢 学习到跟画作有关的 更多的这个美感跟美学方面的知识 连续六年将艺术带进南投县 希望透过范谷的人生经历 能带给现代学生不一样的艺术氛围 更能够启发学生们 对于艺术的创作思想 特别感谢管达文教基金会 给我们这个机会 把世界级的画家的画作呢 送到我们南投来 会有一年的时间 在巡回全县的 十六所学校 来各乡镇来做巡回的展出 我们希望这样的展出 让孩子能够接触 近距离接触世界级的画家 那未来把这些艺术家的一些 创作的一个想法 技法 然后融入在他们的作品上面 现员蔡明轩感谢广达文教基金会 为南投县的艺术教育如此用心 希望透过每年不一样的艺术展览 可以让县内充满不一样的艺术气息 范谷的画展的巡回 会在我们南投县内的基所 学校来做一个巡回 也希望让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学生 可以借由看着范谷的画作 来了解他作画的一个用意 跟这幅画的意义带来的意涵 从艺术的观感来看 我们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启发 当然感谢我们广达文教基金会 跟我们的复工国小 特地举办这么好的活动 希望未来这种活动能多多 来我们的南投县 甚至我们南投的偏乡的小学 来做一个举办 希望透过范谷的艺术作品 能够挤发县内学生的艺术思想 并激发学生们勇于创作的精神 也欢迎民众可以到各个展览的学校 参观欣赏 接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